两次公报在一起打架 这是经常碰到的事情 那我们有几点比较容易操作 第一点 如果没有任何翻译计划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他们都绝育掉 因为对于猫猫来说 可能性伴侣 领地和食物 是他们每天都在关心的东西 那这时候如果把他绝育做掉之后 那么对于交配的渴望 以及对于领地的一个占有性 就会慢慢降低 这一点对于两个雄性而言 可能会更好的帮助他们进行相处 再其次 有的时候是因为猫猫 你即使做完了 你会发现好像他们还是不对路子 那可能他就是看不上眼 那这时候为了去缓解这样的一个焦虑的气氛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 比如像是最多萌一类的人工 所成为一个信息素 去喷洒在房间内 或者是作为香薰 在房间内一直去存放 这这样的一个信息素存在在整个房间内 让猫咪闻到了之后 他会觉得非常的安逸和安全 那这时候也会一定程度上降低这样的一个风险 如果上次方法都做了 还没有办法解决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要朝着把他们隔离 那隔离的时候最好是龙氧 两只都龙氧 然后没事的时候 可以在一个较近的范围内 让他们互相能够看到 却碰不到 慢慢地随着时间的退役 让两个笼子靠的距离是越来越近 直到能够接触上接触上以后 我们要尝试能够把他们放在一起 让那笼子是适应对方